熬夜风足球就算累到不停打喝歉 也要撑到比赛结束 如果妇女朋友长期作息不正常 情绪起伏大 小心气血失调 妇科疾病通通跑出来 可能会有一些反应出来吧 就是妇科的一些问题 会肚子痛那种闷闷的 就是调整一下作息 然后吃一些健康食品 临床上就有一名28岁女性 因为夜班工作 还有抽烟喝酒的不良习惯 近来第三度发现 子宫肌瘤长达7公分 不过前两次手术造成肠臂沾黏 让她不想再动刀 改成中医治疗 熬夜的一个部分 我们时常会忽略 其实有一种叫做 干预气节的一个体质 容易会造成我们子宫的循环不良 这样子的情形 也容易会造成 子宫肌瘤的情形产生 中医师提醒 就算子宫肌瘤被切除 如果生活作息没改善 荷尔蒙和内分泌持续失调 复发率还是会高达七成以上 甚至增加补孕风险 她的一个子宫肌瘤已经长的位置 非常的不理想 她容易有血崩的情形 这时候还是建议说要以 外科手术为优先 如果说她的肌瘤来讲 有压迫到一些膀胱 没有很严重的话 其实终于都还是有办法处理的 近年来子宫肌瘤 好发族群 还有年轻化趋势 提醒女性朋友 重视睡眠 适当疏解情绪 从根本来改善体质 大爱新闻蔡林柯信志 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